你自己怎麼想呢? 想甚麼? 姓黃的爺爺 是甚麼? 你真傻, 你怎麼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不知道? 那你就亂說話 阿文 不如去看電影 不看 甚麼? 你怎麼這麼悶, 還不想看電影 悶甚麼? 就當你們兩個大哥死了 很多事你不知道了 現在連爸爸怕他們 看他們兩個餓了多久 是甚麼?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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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點跟他來往 我跟阿細走, 關他甚麼事? 大家自己一家人, 怎會不關他事? 他想跟阿細走路走, 放我不知道 但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 先拖著 對了, 我問問你 你跟阿細走路了那麼久 他的意思是怎樣的? 他當然要跟我一起 那又不見他來坐坐 又不見他來跟我說說 他看見我倆的樣子已經很疼, 還敢來嗎 我有甚麼事跟你說 甚麼事? 阿妹頭, 她說死都不肯嫁嫁嫁的弟弟阿福 你的意思是怎樣的? 我的意思?那...那你說 照我說, 我喜歡阿細就不喜歡阿福 我看見阿福的樣子 傻傻奸奸都不知道怎麼樣 你怎麼會這樣? 親戚上頭 親戚還親戚 這些事要考慮清楚才行 那你先跟阿楠說, 叫他推掉他 甚麼?叫我說嗎?我不用 又推在我那裡? 你不說甚麼要說, 你是老爸 你也知道, 那兩個臭小子不聽我說的 好了...那我明天再說 還有, 你叫他們兄弟倆 別欺負妹妹, 這麼可憐 行了 我現在叫二嫂給我買菜 我去了, 你就跟阿楠搞定那件事 行了 記住了, 二嫂, 去好了嗎? 好, 走了 走吧 好, 你們去哪裡? 去買菜 老爺, 我們去買菜 去買菜 買菜 今天還要做牙嗎? 要兩個人去買菜, 真可憐 阿楠, 你坐下 我有些話想跟你聊一下 甚麼? 關你妹頭的事 妹頭?甚麼事? 阿楠, 你坐下, 你也在聊 有甚麼話想說 好 妹頭不是都喜歡阿福 不喜歡阿福?那喜歡誰呢? 當然是小子的臭小子 我炸了你有份 三句不說話, 說打說殺得 妹頭, 出來 是甚麼? 你會做甚麼? 別管 過來 怎麼了? 你現在很漂亮嗎? 香港小姐嗎? 阿福有甚麼要誤陪你不起? 交到吊起來買? 我告訴你 老闆, 如果我再看見那個臭小子 我會打到他混蛋 別這麼怒氣 老大 其實這件事就像華為的, 是不是? 我們大家都有人走一步 如果阿世真的喜歡妹頭 沒問題的 沒問題, 他想死二個 你先聽我說 只要他馬上還十三萬七元給我們 就像那些禮金、酒席費 那些東西就慢慢再算 即是沒得商量 你叫他們 暫時刻就算了這麼多錢 你還給我們就行了 這件事要怎麼跟他想一想 就讓他自己計算了 沒錢就學別人吹老婆 那是嗎? 還有, 到時候妹頭要死一條心 老大, 你跟古大牛兩爺先聊 識官就說了 舊叔, 這樣就說明無路走 你知道我這個人 如果有錢的, 很早就還清給你們 是呀 那倒是呀 其實我們也不是賣慣債的人 很多事我都明白 不過你知道我知道 九叔, 那你現在擺明 說嫌我們窮 別這麼說, 嫂子 我也是窮人出身 不過到了今時今日 很多事不讓我們來 是你的 我知道, 九叔九嬸都是好人事 我兩個臭小子有很多事 他叫我來說 現在的年輕人 只懂得錢好東西 不像我們那輩子那樣 那多少都念教程了 九叔, 那個說話分開來說 他們並沒有說迫你們還錢 不過現在就是妹頭婚事 他們只是這樣提出 你想想怎麼樣 我還是沒甚麼好想的, 九叔 既然是這樣 那你就不好意思 叫阿細不要再找我們妹頭 我兩個兒子這麼牛蒸 阿細也不是說很老皮的 那我幫他們隨便撞到火上來 好, 我會勸勸他 不用看死我們 實在我們沒有法子 存得這麼大筆錢還給人 還錢是另一件事 傻子, 但是現在人家抓在一起去說 好, 那我就買一層樓買了艇 說得容易, 現在這層樓還在供 值得多少錢 如果我們買了一隻艇, 整家吃甚麼 好, 不用說, 我們被人看死 如果你不想被人看死 你就要爭氣做人 這麼大的兒子, 別這麼無性 阿爺, 你又想跟我說甚麼耶穌 阿細, 阿爺在教你 教我幹甚麼 這債又不是我爭老人 現在你說我們累了你 我不是要你替我們還債 我一天不死, 這新債是我背的 阿爺 阿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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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是你呀 阿曼, 你在這裡嗎? 在這裡, 請你來坐 妹頭, 隨便坐, 不要客氣 走了 正在出來了 阿曼 你來幹甚麼? 坐吧, 喝茶吧? 不要客氣了, 我想和阿曼去街 好, 去一會兒好了, 不要去太久了 嫂子 坐吧 不用了, 我們走吧 二哥 你來幹甚麼? 我想和阿曼去街 滾 阿曼, 別這樣 你作死了, 還不進去? 不要 你這麼兇, 幹甚麼? 我叫你去拍拖 這裡是我的家, 你想怎麼樣? 是不是想打? 阿曼, 為甚麼你這麼說話 阿曼, 別跟這種人殺氣 你先回去, 帶日子來過 嘗試帶日子來, 讓我拆不拆你的骨 你現在幹甚麼? 吃了火藥嗎? 阿曼, 你怎麼這麼說話? 阿曼, 你怎麼這麼說話? 我警告你, 以後不要約我妹妹 動傷你也有罪 我知道你救我 我打你不用太子 你回房子 你幹甚麼? 你窮心未盡, 識心又喜 以為哄了我妹妹, 你不用還錢嗎? 是 我肯告訴你 你幹甚麼? 你這樣對人 對你聽人不用客氣嗎? 你呀, 你自己拿來是壞的 你懂不懂這個窮鬼? 沒賤過嗎? 為甚麼想起這條路? 沒甚麼事, 只是賺錢 賺錢, 這錢不是這麼容易賺的 我知道, 總是有個房子 你知道我有一隻船 在水裡我都熟了 很多人都熟了 你以為是熟了都熟了嗎? 聽說, 現在有幾批人包起來了 國下是沒得商量的 所以才找你幫忙 沒甚麼事 甚麼事呢? 來, 介紹一下吧 我怕熊子說我多事 阿根, 你就不知道我了 你還怕我做鬼頭兒子嗎? 好, 我幫你想想 謝謝 我幫你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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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自己是一艘船, 靠得住 甚麼?他有一艘船? 是呀, 而且很熟悉的 那他甚麼人?姓甚麼人? 他叫阿世姓古的 姓古的, 認識嗎? 不認識 好, 那你約他來見我們兄弟 好, 那我約他來見你們 不過越快越好 你知不知道, 最近有很多人來 我們要靠一點, 多急一點 幹甚麼?好像很不開心 到底甚麼事? 別看了 說出來, 大家研究一下 你以前在西貢哪裡住? 我在西貢哪裡住? 第五郡同兄大道 第五郡同兄大道 你問來幹甚麼? 我準備接難民 接難民? 是呀, 到時候就問問看有沒有你熟悉 說不定你爸爸出來了也不認識 說不定你爸爸出來了也不認識 他這麼大年紀, 怎麼會呢 蓉兒, 你要想清楚 沒錯,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但你不需要冒這個險 這次我不是好人, 我為錢而已 甚麼意思 其實這些事我不做也有人做 那倒是, 但你沒這個必要 都說為錢 你很需要用錢嗎 錢的東西哪有人嫌多 是否有急用? 沒問題 喝茶吧, 阿水 不用客氣, 二叔 阿世呢? 出街了, 你找他們有事? 是呀, 我幫他們搞好那件事 搞那件甚麼? 接難民那件事 接難民? 是呀 你找這種事搞嗎? 侯叔, 他沒有跟你說過嗎? 你不說話 這種事也好搞的 這種事不是說玩的, 阿水 我知道了 那你還找這種事搞嗎? 侯叔, 我以後他跟你說過 我一點也不知道 是呀 阿水, 麻煩你不要遇他一份 是他來求我幫他搭路的 你以為我找他嗎? 你豈有此理 阿水, 麻煩你跟他說, 搭不了路吧 我跟他說, 沒所謂 不過他遲早一定找到路 他遲早都氣死我 侯叔, 是這樣 好, 我不如先走了 我會遇到他 那麻煩你了 如果他麻煩你, 你告訴我 行了, 侯叔, 你也不說話 我會做的, 就這樣 有空來坐 是嗎? 這麼晚? 這些事都好搞的 好想不想, 想發點這種錯 這麼晚了, 阿水還不回來? 我就說你被他氣死了 我也不知道你爺爺在這兒搞甚麼 總之是氣氣 阿爺, 你問他吧, 看他怎麼發 甚麼事? 你做得好事嗎? 阿爺, 我不知道, 你問阿爺 甚麼事?你做得好事 你氣甚麼?阿爺 阿世, 你以前也不太發錢寒 為甚麼會想到去接難民 我不做很多人做 你還好說 你那時候怎麼說泥狗那兩個兒子 你說他們有錢賺就甚麼肯債 豈有此理, 你趁火打燕, 你不管 阿爺, 阿爺現在發脾氣 你不要說話 阿爺, 我們明天出海 阿爺, 我們明天出海 出海幹甚麼? 我們是水上人, 出海很奇怪 老爺, 你明天真的帶他出海? 我帶他出去, 讓海風吹醒他 信心 阿爺, 是你, 進來 謝謝 坐 阿世在甚麼地方? 他出海了 出海了? 阿爺, 為甚麼他... 阿萬, 我們家窮 阿世是陪你不起的 我看你以後還是不要找他了 免得他心思思 信心, 爹, 你這麼說 是你老爸說的 其實阿世有甚麼資格娶你呢? 他還欠你們一身錢債 這不關我的事 我知道不關你的事 不過你有兩個這樣的大哥 你有這樣的一個爸爸 他們叫你做甚麼你可以不聽嗎? 阿萬, 我看算了 你回來了? 你來這裡喜歡錢嗎? 為甚麼你這麼說話呢? 阿妹頭回來了嗎? 在裡面, 你這女兒 天地有座 妹頭, 幹甚麼? 有甚麼事告訴媽媽? 爸爸來罵人嗎? 爸爸去罵人?去罵誰? 他說人家窮 或者聊天這麼聊 你也知道你爸爸那輩子人 沒有來火氣, 說話都陰聲細氣 他怎麼會罵人呢? 你也要大聲罵人嗎? 對了, 你老大打電話回來叫你去喝茶 不去 為甚麼不去? 方不是入了阿隱嗎? 就算是約了人, 你就去吧 大家親戚上頭見面很閒 不喜歡他嗎? 你這麼刁蠻 你以前也不是這個性格 我以前不知道人家這麼壞 你別這麼大聲 被你老大聽見又撞火了 關我們甚麼事?你不用他讓我嗎? 媽媽, 你這麼說 如果你是這麼說, 媽媽也會生氣 還要不去找工作 吃吧 行了 我們很久沒見了吧 是 是 有跟我哥哥拍拖嗎? 有得拍就好了 幹甚麼?吵架嗎? 哥哥出海? 說就說, 你們兩個甚麼時候結婚呢? 結鬼結馬 你幹甚麼?這麼悶? 我家很煩 我家很煩 每個人家都煩了, 我家不是這樣嗎? 但你出來做事沒有人管你 我想出來找事做 對不起 你想做甚麼? 你想做甚麼? 不知道, 甚麼也好 你想找事做嗎? 容易吧, 介紹她在黑炮裡做 這麼漂亮, 實修的 你瘋了, 你個個都像你這樣 那你又怎麼樣? 還說嗎? 我告訴你, 哪一項你都可以做 但我們這項你千萬不要做 阿爺, 水流好像很急 天氣會變 我拿個心機聽聽 一會兒我們坐下聊聊 聊甚麼? 對了, 聊甚麼好呢? 阿板, 我知道你很喜歡在海上 當然了, 我從小到大都在海上長大 你又很喜歡拿魚 那你叫我上岸, 會發達嗎? 發不發達這件事 做人最重要是心安理得 好像你爺爺那樣 雖然是捱死一輩子 但是沒有做對人不住的事, 問心無愧 就算做, 我也沒有對人不住 犯法的事就不要做了, 阿板 你答應爺爺 別打算發這些財 這些錢不要賺 你聽不到嗎? 我聽到 女人的事, 還是暫時不要想 阿爺, 我不是每個女人都想的 不成的事, 想來巴屁嗎? 你怎麼知道不成? 不用多說, 我不聽 阿爺, 過天還可以打風 回來了 回頭呢? 去街上 回去哪兒 我叫她買東西行不行? 叫她來喝茶又不來, 不知道幹甚麼 你是不是跟郭福喝茶? 那當然了, 別只有一個人等她 她就是不想見那個阿福 不想?那她想甚麼?是不是想死 阿楠, 你不要這樣對妹妹好不好 她今天早上跟我說想出去工作 你會幹甚麼?你儘管叫她試試 我就不叫了, 我怕她飄了她 嚇你而已, 怕她整個樣子 出去做事就很奇怪嗎? 我就不明白你 為甚麼這麼看不起自己的妹妹 不是呀, 我也叫她出去試試 不像學校花那樣, 陪人家喝酒吧 好嗎? 好嗎? 媽媽, 我是阿花 阿花, 我上來看看你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在那裡 阿爺跟阿細出海了 出海?阿爺心機懷著打風 我現在就知道了 阿爺說跟阿細出去 讓她靜靜地想想 為甚麼? 先幾天, 阿曼的爸爸來過 他叫你爺爺 以後也不要讓阿細去找阿曼 他另外成了人 又有這種事? 那就是了 阿爺說靜靜地勸一下阿細 你怎麼這麼說? 阿秋馬怎麼會喜歡別人呢? 那倒是很難說的 總之一言難盡是吧 誰叫我們窮嗎? 本港青銘台 以於上午十一時 改掛三號強風訊號 表示平均風力時速 二十二至三十三海里的強風 將吹襲引港 今天上午十一時 颱風背堤 集會在... 關掉槍尾了, 內線很大 妹頭, 你幹甚麼 大姐, 別吵了 從西北偏北移動 直追珠江口 會不會死 沒生氣 第三十五岩 二十四零 二十五岩 二十三 請幫我叫花廳電話 她沒上班了, 請 麻煩你, 阿花在這裡嗎? 你是石小姐嗎?我是阿花媽 對了, 我打去公司也不見了 現在上風下雨, 我不知道她去哪裡 好, 麻煩你 阿花, 媽, 是你嗎? 是, 媽 我到處打電話找你 阿花, 外面有大風 爺爺還沒回來嗎? 還沒回來 但我經過碼頭也不知道有多大風大浪 我就是為了這樣, 真是擔心到死 擔心也沒用 真可憐 她倆爺孫本來不用這麼早出海 一天最壞都是尼家那些人 阿花, 你今天不上班 打風下雨上甚麼班 你上班吧, 如果不上班就少日人工了 只是紫兒份人工就死火了 你們那些是不是很多下難的? 你上班吧, 如果爺爺和哥哥回來 我打電話通知你, 去吧 當然是他們上班 甚麼是你? 阿花 阿花 阿嫂 江先生, 坐 好 阿花, 喝茶吧 不用了, 阿花 天氣涼很乾嗎? 是啊 舊叔他們呢? 出海了 出海了? 現在外面翻風下雨, 我也不知道多擔心 我看他們會沒事的 最好就沒事了 你個個都這麼幸運, 有人救了嗎? 江先生, 我聽說 你現在在甚麼發達投資公司那裡工作 投資發展公司, 發達發達 經常想著發達 你呀, 你只是臭女兒 多讀兩年書就在這兒牙齒齒 整天租了個老母子 江先生, 你先坐一會兒, 我去做些事 為甚麼今天這麼有空 我又不用賣身, 為甚麼沒空呢 你怎麼這麼有空呢? 今天打風, 公司早點下班 有空來黑炮坐下 我給你介紹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你知道我... 我知道你很正經 牛叔他們出海了幾天 很多天了 我給你出去逛逛, 遇見他們也好 我看不好了, 外面大風大雨 大風大雨才好像不吊 來, 我給你去 別鬧了, 去南濕的身 我家人下海救了你就不怕濕身 現在叫你出去逛逛你就怕濕身 你不是一向說很關心我家的嗎?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是甚麼意思 不想跟我去街? 我告訴你 其實不知道多少人想跟我去街 我也不肯答應 現在我肯跟你去街, 你懶得高斗? 我走 我走了 好, 有空來坐 不過不要忘了我叫甚麼名字 大嫂, 我走了 你走了?你拿回你的東西吧 送給你的 老爺回來, 我叫他打電話給你 好 好, 我的鬼死這麼大風 我很擔心這妹妹, 不知道是不是作病 又不想吃飯, 我出去買點粉回來煮給她吃飯 千萬不要, 我出風大雨大 好, 我就炒冷飯 她說不想吃飯 她說不想吃飯 那你有沒有摸過她頭暈身熱? 我摸過她了, 又沒甚麼事 當然沒事了 你怕她不是掛著那個臭小子 在那兒查飯不思嗎?這麼怕又甚麼 等我叔叔回來沒有? 我看她沉在海底了 老爺, 拜託你不要這麼黑心 老媽, 拜託你勸一下妹頭 如果你真的嫁給小孩子 隨時就怕她 香港一年十幾次打風, 是不是? 每次都可能要收過 拜託你收一下, 嘴巴好不好 好, 是呀, 既然阿福這麼喜歡她 那怎麼她妹頭又不跟她下街呢? 你這個寶寶女行不行 去看場戲而已 只要她死, 趕著火鬼滾 你要問清楚她 不然要拖你大碎就行了 先想清楚 拜託你們不要這樣逼妹妹 那你這個怕甚麼就行了 我怕她催促做事不回來 你這麼怕就快點推去嫁吧 嫁了就留給別人害怕了